中文字幕——YK 因为喜爱大家成为一个团队 老段负责搜寻气味相关的大脑 我19岁当了兵 就是在军选地地从事军选训练 2001年国家第一次成立解义拳的时候 把我分配到解义局 20年我是一直在研究是怎么去训练 这也是一个偶然的一种缘分吧 经过朋友的一块吃饭聊天 聊得比较投机 我们国家可能做的这方面 对公众权的这方面 可能不是太全面 他可能就是想法比别人要前面一些 我们当兵出身的 做事情比较直接 所以大家的这个尽头 就是一块讨论研究 把这方面去做 毕竟自己当国兵 愿意去做一些跟这个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出来 他当时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他一直是梦想就是把这个事情能做一辈子 所以说我听了他的这种想法以后 让我能觉得也愿意加大投入 对于这件事情特别愿意去深入去做 弹风在于玩这个犬技术方面 那就是一个疯子 疯到了可以穷家荡产 我手上有一个世界大赛冠军 是很贵的 年轻时候谈对象的时候 也要找喜欢犬的人谈对象 把自己后路给捋顺了 2008年就开始接触国外的系统 欧洲系统 最专业的 2011年我就上过咱们一样是专业360 还拿冠军 我们讲究三个字 总养逊 首先肿要好 肌要好 然后要养好 最后再逊好 如果你想把犬培养到实战 达到这个能力 必须是要从它出生 就要开始做起 这个叶就要分割了 穷鸡的话它会有一个最强势的 其他的可能就是弱势的 这个画的就是它比较强势 它老是在欺负其他的人去 我们希望它这一窝里面 每个都是强势 一个蜂窝 让它们独立 七到八个星期做测试 小于这个年龄的内心发育不成熟 好多东西我们看不出来 年龄再大一些的犬 我们看不到它原始的东西 所以说七到八个星期挑的犬 比较准确 社会化训练 带着犬咱们去牧原 这种地方去做训练 早上有的时候还去菜市场 去地铁 在犬意和未来的工作中 所能涉及到的这种场景 我们都要去定时地 给它进行训练 今天上午我们去练 科目就是野外去练 就是模拟野外抓骨 让它适应这种环境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要观察一下狗的状态 然后对它们适当调整 进小树林 对 那刚才小树林 首领队 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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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直接干啥吧 好 好 好吧 这个大伙 上完厕所 今天憋三个小时 明天憋五个小时 这么憋 这也得练 你要不然有的时候你上秦 你不能给人家哪都刺呀 哪都上厕所呀 接下来我要斗这些犬的凶猛性 对陌生人的仇视性 敌意 因为我们要巡逻 遇到事情 突发事件 犬可以上 对呀 对呀 这 这有花秀 花秀 我们奖励给他 就是对他一个最大的奖励 就是他占利品 拉主 拉主 签带始终是崩解的 假如这条狗咬人签带放松 我很危险了 我们三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目奖 现在改名叫IGP 代表咱们中国去参加这种比赛 我觉得都是特别光荣的一件事情 外交进入中国以后 现在是进步飞快 今年我们的中国选手游参加世界赛 成绩也可以达到中等 开始做了 自己每个人都有一到两条 这个自己从小开始培养的 训练一条犬不是说三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 它是要通过三年到四年 有可能到五年的时间 这一条犬可能才会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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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他辞了现有的工作 开始全国拍猫 你小心掉下来 随着这个现代人这个气养的越来越多 尤其是陈世云的生态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它也是食物脸中的一环嘛 如果你它 它缺少了 那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猫才好 不怕 这就有味道 我涂了点猫薄荷在上面 你大圆脸拍出可好看 你知不知道 想把脑呢 所以我觉得最强的状态就是 这个失灵绝育 把这个猫控制在一个数量范围之内 这样是比较好的 支持那个领养代替购买 这只猫还做过绝育的 人家的耳朵要打的 也有可能是旁边人家养的 现在可能搬走了 也有可能 大学毕业后的吴宏丽一直从事 界面设计师的工作 也是这份工作让他邂逅了第一只流浪猫 当时是在我们的公司 我去后面那个阳台倒垃圾 正好有一只白猫 那我就进屋找了一些吃的 神奇的事 第二只带了两只崽子过来了 然后我们就给做了一个窝 然后这个过程中 这样让我就会用镜头去记录它们 拍猫的过程中啊 就感觉被它们的颜值啊 呆萌的那个生态啊 打动了这个爱猫的心扉就打开了 潜移默化之中啊 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 就投入到那个拍猫的事情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工作状态就不太对了 因为这个设计好像已经没有多大的激情了 但那个时候我经常熬夜 可能心脏也不太好 所以才好跟老板说 我在半年想出去走一走 那这个半年我就开始全国拍了 等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爱上拍猫这个事情了 吴宏丽将拍回来的猫片 分享到自己的微博上 吸引了大量粉丝朋友 这其中也包括了他现在的微博运营合伙人 愿意上来不 我是花哥的一直的老粉丝 我们算是网友面积 在南京第一次见面 你觉得他是一个可靠主的人吗 对 因为马克吐文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 他说当一个人爱猫 他就是我的伙伴 这个人立马就是我的伙伴 哇 这姿势长得太好了 这可不是我摆拍的 他自己上去了 宠物这个主题 它天然的就是有治愈的属性 我们在那个抖音的流量 以及整个的那个微博的流量里 包括整个海外的流量 宠物的主题都是天然的流量非常非常大 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些治愈的东西可以去缓解自己压力 一个负责全国拍猫 一个负责微博内容分享 吴宏利微博中各种蒙太百出的猫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粉丝在享受这些照片给他们带来治愈的同时 也会和吴宏利互动分享一些拍摸的地点 之前有一个老铁跟我说 那里面有一只很好看的长毛 我上去先找找看 希望今天运气好一点 能够遇见这只猫 不 这这不远之处 吃点好不好 慰露一下 哦 好的 她说 来 吃点 哎呀 你还是要吃点啊 你怎么刚才骗我呢 跟着我走好不好 一般来讲 公园里的猫它是有人味的 有人味的猫它可能养成一个习惯 我喜欢那个有猫粮 所以现在我去那个公园都会带个猫粮罐头 然后再摇一摇 很多猫听到这个猫粮摇冠的声音 它就会出来 咪咪 大长毛 大长毛我们拍一张好不好 啊 在这呢 大部分情况是需要抓牌 就是看运气了 哎呀 它不跑的话 你这个离得比较远就能长脚 哇 特别威风这个角度拍出去 就是后面背景不好看 然后有一些猫比较亲近的话 那你肯定就要广角 或者用语言 我现在就是用语言来拍 哦 好棒啊 这只猫是一个胆子比较大的猫 吴红利目前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拍摄猫片 也经常会举办一些义卖活动 用这些义卖捐款帮助流浪猫进行绝育 尽可能地控制生态平衡 咇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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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 咇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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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